我覺得到了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美國跟台灣就麥卡錫跟這個蔡英文 當然不可能說不見面啦 我覺得見面是已經 都已經說成這個樣子了 更何況去年8月呢 裴洛西來台 當時中國大陸的 想要做的這個恐嚇的話講的更重 連這樣子裴洛西都還是來了 所以呢你不但可以去想像說呢 麥卡錫會說他他不來 更何況這部分算是 臺美雙方都有點各退一步了 明明知道說 中國大陸一定會強烈反應 但是呢已經說從他來 退到說是我們去 那我們去的話 也不是去東岸而是去西岸 所以我想這部分應該會繼續進行 所以只是說繼續進行之後 到底中方會做什麼樣的反應 我覺得這部分是我們可以去 第一個要有心理準備 第二個呢或許可以看看 他到底把這個事情看得多嚴重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是 今天我們看到陸委會的主委邱泰山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了 他說呢 我不曉得我想他們內部 應該是有一些國安會議 因為顧客立雄也坐鎮在台灣嘛 但有一些沙盤推演啦 他們說不會有去年八月 陪洛西來臺的時候 來的那麼的猛 但是他說呢 會有些軍事上的騷擾 那所以騷擾到什麼程度 就看看吧 但我覺得事實上這件事情 我們剛才談到現在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不在於說 到底我們 我們當然還是要去還是去 因為這個某個程度來說 就像當初陪洛西來臺灣 他的重要性在 他是第三把手 他是第三把手 所以你說今天他去中國 是不是很特別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不是覺得很簡單 我覺得還是 因為他也還是第三把手 他去呢 中美建交 台美斷交以來 我們過境的時候 見到最高層級的一個人了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會反應 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理解的 只是說 他會反應的同時 美國在打台灣牌的同時 我們真的不要忘記 美國真的就是 還是兩手策略 他說不像楊永明所說的 說是因為拿蔡英文的過境 去換這個拜習會 我覺得未必 但是美國永遠在玩兩手 這是一個事實 再一方面的話呢 歡迎你來 然後也覺得來了以後呢 讓中國大陸有一點緊張 他拿一個籌碼 籌碼幹嘛 你看他那一方面 他還會顧及他的面子啊 要簡報的 突然間又說取消了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Kirby 就是國安會 白宮的國安顧問 國安的國安會的調調官 對他是發言人 他講錯了一個字 叫Visit 他講的Visit 是他馬上改成Transit 就是說是過境 對 他就說 因為你一講訪問 那就很正式了 這個是 蔡英文訪問美國 所以馬上就改口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就會知道 他們多麼的謹慎 那在前幾天的話呢 他們的白宮 國家安全 顧問Solivan 也還跟王毅通電話 然後的話呢 他們也還是確實的 就算說蔡英文過境了 搞了一點緊張 他們還是不放棄 習近平要跟拜登兩個人 視訊也好 通話也好 見面也好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對於美國來說 他就在跟你玩這個兩手 如果台灣真的笨笨的說 他跟你好 你就只跟他好 那就完全不跟別人好 那他跟中國怎麼好法 你看他們兩個怎麼好法 一樣的 雖然在進行所謂的科技的冷戰 雖然在這個晶片 大打的 打得你死我活 但是 在各個層面當中 不管是安全護欄也好 或者各個層級當中 希望回復對話也好 他們都是繼續進行的 我們剛才講過烏克蘭 烏克蘭也緊張啊 因為他自己內部呢 也覺得說 好像這個戰爭打了那麼久了 開始民意有點改變了 那他也等於美國啊 因為他明明知道 美國這個國家 他完全不會在乎 真正他手上那個牌 那個牌 就烏克蘭也好 台灣也好 這個國家本身 最後的存亡也好 這個勝負也好 這個厲害的得失也好 他在乎是他自己的 最近烏克蘭說為什麼他要抓住習近平 因為在俄烏的背後各自是中美 當中國壓著俄羅斯兩個人越走越近的時候 美國可能丟包烏克蘭說 你說陳倫斯基會不緊張嗎 當然會緊張 那所以台灣呢 台灣站在中美之間 我們不應該緊張嗎 我們當然應該緊張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